2023年金球奖五大候选人浮出水面 谁会笑到最后 首先 让我们来预测一下 这五位球员的身影 第一位封线霸王姆巴佩 法国姆黄再一次入选了金球奖评选的大名单 在2022至2023赛季 他随俱乐部获得了法甲冠军 并且个人荣获了法甲金薛奖 国家队层面 姆巴佩率领高卢雄基闯进决赛 可惜在决赛中 布迪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 最终屈居亚军 姆巴佩上赛季俱乐部各项赛事 橱窗43次打进41球 并且有10次助攻 他目前已经无需证明自己的实力 以极战力角度来看的话 他毫无疑问是现役足坛的第一人 他炸裂的速度 灵活的脚下盘带 以及超强的终结能力 使得他变成球场上最为恐怖的存在 如果说 目前还有什么在限制姆巴佩进一步成功的话 那就是平台 目前姆巴佩所处的法甲联赛 无论从关注度 还是竞争力上都不足 这严重影响了这位超级球星的曝光度 如果姆巴佩在黄马巴萨 或者英超球队 那么他的影响力 会呈现指数型的上升 姆巴佩是时候做一个决定了 究竟什么时候离开这个让他成名的地方 仔细一盘算 法甲冠军是和梅西一起拿的世界杯 却被梅西力压一头 怎么平斗矮梅西一截 淘汰 第二位世界第一后腰罗德里 罗德里在2022-2023赛季 随曼城队获得了三冠王 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发挥 坐稳了球迷和媒体心中 世界第一后腰的宝座 上赛季罗德里在俱乐部出场56次 贡献了4个进球和9个助攻 罗德里身体敦逝 对抗能力前 擅长睁顶投球 同时 脚下技术也十分出色 在中场能够很好的中转和调度 他的小技术 颇似当年巴萨的布斯克茨 也难怪瓜迪奥拉那么喜欢他 罗德里是一个靠得住的大场面先生 在任何时候 都能够保持比较高的竞技水准 上赛季欧冠决赛中 正是凭借他的一脚定乾坤 曼城才最终击败国际米兰 获得了队史第一个欧冠冠军 国家队层面 他是如今这支西班牙的中场核心 帮助西班牙队 获得了2023年的欧国联冠军 罗德里并不是每场比赛都打得很好 但他总是完美地完成任务 没有犯错 但是说要竞争金球奖 罗德里连哈兰德都不能比 在人气方面 罗德里明显不足 他就像是巴萨的布斯克茨 在背后做着贡献 却无人会记得他的功劳 所以也可以被淘汰 第三位卫禀大师德布劳内 曼城中场核心德布劳内 上赛季帮助球队 获得了英超冠军 欧冠冠军 英格兰族总杯冠军的三冠王 德布劳内 可谓是瓜迪奥拉体系中 前场最为重要的存在 他需要承担的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持球推进 向前传递直塞球 内部45度起高球 以及远射 上赛季 丁丁俱乐部各项赛事 出场49次 打进了10球 并且有31次助攻 有他在 哈兰德在前场 才有数不尽的饼去吃 德布劳内的传球 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技术 在整个足球历史上 都有一定的地位 可惜 如今的丁老师正遭受伤病 让我们祝福 这位32岁的老将早日康复 英超需要你 曼城更需要你 丁丁俱乐部勉强可以 和梅西说道说道 可在国家队是短板 淘汰 第四位魔人 布欧哈兰德 哈兰德是2022-2023赛季最优秀的中锋 没有之一 各项赛季 他一共为曼城出场了53次 打进52球 并且有9个助攻 联赛中 他更是以36个进球 打破萨拉赫的英超联赛 单赛季32例进球的进球数记录 哈兰德在刚刚加入曼城 就展示了他自己极为强大的适应力 虽然曼城的打法 和他过往所在球队的打法截然不同 但哈兰德很快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得分空间 我们上赛季可以屡屡见到哈兰德 用一个又一个的进球 帮助球队获得胜利 上赛季英超联赛 阿森纳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积分榜的领头羊位置 不过在最后时刻 由于主力中后卫萨利巴的受伤 球队最终出现了疲态 曼城正是依靠哈兰德 在最后冲刺阶段的发力 实现一波连胜 最终才得以在积分榜超越枪手 获得了联赛冠军 在五人当中 他是唯一对梅西构成威胁的人 可惜碰上到世界杯 俱乐部的精彩 很难和一座大力神杯相媲美 为什么不介绍第五个候选人呢 因为梅西不需要介绍 2022-2023赛季 是属于梅西的一个赛季 他率领阿根廷国家队 时隔36年重新登上了世界之巅 我们也迎来了自备里 马拉多纳之后的第三个球王 梅西为了等待这一天 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加盟大巴黎 一方面为了保持状态 另一方面 巴黎在法甲 具有极强的统治力 梅西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多的休息 避免过度的消耗 流利世界杯 这才有了 我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看到的 梅西炸裂的表现 面对墨西哥时的 那脚无解的贴地展 面对荷兰时的上帝视角助攻 以及面对克罗地亚时的 极限一对一 看梅西踢球 你不得不感慨 是他的实力 让足球这项运动受益 感谢梅西 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美妙的足球 2023年 或许梅西将是那位 最有可能获得金球奖的人 他已经不需要金球奖证明自己了 但是金球奖非常需要梅西 来证明自己的含金量 同志们赶紧前往评论区 分享你的想法吧